去干饭吧 去干个不被定义的饭 无论是小吃摊 还是小吃摊 哈喽大家好 我是孙娇 现在打算去观音桥的好吃街 搞点好吃 吃一下 好几多好吃的 家一定要吃 锅巴土豆泥 我要一个小饭的 这个不要好 我要一个十块钱的鱼箱铁盒 我的妈呀 这个地方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 听大家快来臭名 楼下简直就跟战场一样 看起来我都点了啥吧 我跟贵州真是无缘吗 前段时间去菜场找贵州娘娘的糯米饭没有找到 在这里找贵州宝米皮也没有找到 拿一个鱼香肉丝款的切合 看这好吃有没有 哇哇 鱼箱铁的那个炒菜好吃多了 绵牙的那种脆 铁子的边脆脆烂烂烂的 很轻软软的 非常好吃 新加坡洋芋 这是他们的洋芋泥 哇好香 这也太爽了 哇我到鱼芯草了 旁边那个香菜的葱里面 真的很好吃 排除鱼芯草 给我带来的重重困惑 这个鱼芋状的中间也是有非常多的黄芋的颗粒在里面 这边还放了酸萝卜 这个脆脆的口感 这种生脆的那种口感 还有洋芋泥比较好吃 我又点到蜜皮点 这个焦鱼小丸子 海苔和肉松 鱼芋状的 如土所示 老板真的放了一整个八爪进去 就是因为我在拍这边酱油的剧 这也过了 佳华我来了 够不够 佳华配这个 鱼芋土豆就很绝了 我太热了 不想吃热湯 所以就点了他们家一个冰雪 它是挺时尚的 佳的料是真的很多 这是什么 彩皮卷吗 就是暴露我的年龄 它发生是整颗整颗鱼 不行 这个没有国家的冰草面好吃 有个优点是 它不怎么甜 吃饱啦 拜拜